进入2024年,我国经济增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,然而却并未出现之前一些专家所预期的报复性消费、购房、就业等现象。面对当前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情况,以前内行人士开始预测,2025年国内可能呈现五大变化趋势,这些趋势不仅关乎经济发展的方向,也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因此,我们有必要提前做好准备,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和机遇。那么,到底是哪五大变化趋势呢?01存款利率是越来越低。 今年来,随着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入,存款利率呈现出持续走低的趋势。 从2023年开始,国内各大银行已连续三次下调存款利率,进入2024年后。这种趋势更是愈发明显。三年期存款利率已降至2.5%。而一年期存款利率更是跌破2%。 这样的利率水平已达到了历史低点。面对存款利率的走低,储户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。 这意味着未来存款的利息收入将越来越少,难以跑赢通胀。在通胀的侵蚀下,银行存款的购买力将不断缩水,使得原本看似稳定的储蓄收入变得岌岌可危。 那么,面对这一趋势,我们该如何应对呢?一方面,我们需要调整储蓄策略,寻找更加多元化的投资渠道。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,可以考虑将部分资金投入到股票、债券、基金等市场,以获取更高的收益。 同时,也需要关注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,及时调整投资组合,以降低风险。 另一方面,我们还需要提高理财意识,学会如何更好的管理个人财富。通过学习和实践,我们可以逐渐掌握各种理财技巧和方法,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。 例如,可以关注一些优质的理财产品或投资项目。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来实现财富的增值。 当然,我们还需要关注政策层面的变化。各地可能会出台一系列政策来鼓励储蓄和投资,例如提高存款利率、降低税收等。 这些政策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我们的储蓄和投资决策。 因此,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政策动向,以便及时调整个人财务规划。 02房价下跌趋势还将继续,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,我国房价开始进入调整期,至今已持续三年。 从二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,房价普遍出现下跌态势。 尤其是以燕郊和廊房等环境楼市,房价基本上普遍跌了超过50%,比如在2018年2019年期间,燕郊的房价从最高市的四五万美平米,已经下跌到了现在的不到一万美平米。 许多业主表示,只要接盘者愿意继续还房贷,他们甚至宁愿白送房子。 为的就是不影响自己的征信,尽管各地出台的一系列就是政策以稳定楼市,但未来几年内,各地方价仍将延续之前的调整趋势。 这一趋势,对于购房者和投资者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 因此,购房者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房源和购房时机,以避免因房价下跌而造成的财产损失。 而投资者则需要更加关注市场动向和政策变化,以避免盲目跟风而导致的投资失败。 购房者需要明确自身的购房需求和财务状况,制定合理的购房计划在选择房源时,要充分考虑地理位置、交通便捷性、配套设施等因素,确保所购房屋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和升值潜力。 同时,也要关注市场动向和政策变化,避免在房价高位时盲目入市。 03,结婚成本越来越高。如今,年轻人结婚成本的迅速攀升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。 这种趋势背后所反映的是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。 一,彩礼前的高昂,在许多地方,彩礼已经成为婚姻的一道门槛,而且这道门槛的高度正在逐年攀升。 彩礼前从过去的几万元涨到了现在的二三十万元。 有些地方甚至要五十万以上,这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,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 而这笔钱,往往需要南方家庭倾尽所有积蓄,甚至还需要举债才能凑齐。 这种天价彩礼的现象,不仅给南方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,也在无形中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。 二,婚礼的各项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从婚宴的场地租赁,酒席安排,到婚礼的策划,摄影摄像等,每一项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。 而这些费用,往往也需要南方家庭来承担,去调查,一场中等规模的婚礼。 各项费用加起来,至少需要数十万元。 这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,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 三,为了举办一场体面的婚礼,他们不得不向亲朋好友借钱,甚至还需要贷款。 这种借钱结婚的现象,不仅让年轻人背负了沉重的债务,也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倍感压力。 三,买房的压力,在当今社会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,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梦想。 然而,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,这个梦想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,现在大部分二三县城市一套九十平米的商品房,在市区的价格至少要一百五十万元以上。 这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,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,他们不仅需要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,还需要借助父母的支持,才能勉强凑够首付。 而在贷款的压力下,他们还需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承担高额的房贷负担。 这种买房结婚的现象,不仅让年轻人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,也让他们在婚后的生活中背负了沉重的负担。 然而,随着物价的逐年上涨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,年轻人结婚的成本还将继续攀升。 这种趋势,不仅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,也让他们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和焦虑。 他们担心自己无法承担高昂的结婚成本,也担心婚后的生活会因此变得艰难。 因此,许多年轻人选择了不婚主义,他们宁愿单身,也不愿意承担结婚所带来的经济压力。 临死超过三十五岁的人,工作更难找。 在当前的职场环境中,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,超过三十五岁的人,在未来找工作,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。 这一现象背后,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。 一、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,劳动功果于求。 随着国内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,劳动力市场已经从过去的功不应求转变为功果于求。 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的行业和岗位中,在这种情况下,企业在招聘新员工时,往往会优先考虑年轻、有活力、可塑性强的求职者。 年轻人精力充沛,适应能力强,能更快地融入企业文化,同时也更容易接受新技术和新知识。 因此,在招聘时,许多企业会设定年龄限制,只招聘35岁以下的员工。 这种趋势对于那些已经步入中年,拥有丰富经验和技能的求职者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 他们可能难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,为了维持生计。 他们不得不选择从事一些临时性、兼职性或者低性的工作,如临时工、小时工、送外卖、开网约车等。 这些工作虽然能够暂时解决他们的升级问题,但往往缺乏稳定性和保障,无法为他们提供长期的职业发展机会。 二、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,正在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,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,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将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。 智能机器人具有高效、准确、不知疲倦等优点,能够在许多领域替代人类完成繁琐、重复性的工作。 例如,在餐饮业中,一些餐厅已经开始使用智能机器人作为服务员,为客人提供送餐、点单等服务。 在银行业中,大堂经理和客服人员的工作也逐渐被智能机器人所替代。 在未来几年里,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本的降低,智能机器人将逐渐普及到更多领域和行业中。 对于超过35岁的求职者来说,这一趋势意味着他们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。 一方面,他们可能需要与更年轻、更有活力的求职者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。 另一方面,他们还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和新知识,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。 然而,由于年龄和经验的限制,他们可能无法像年轻人那样快速适应新技术和新知识。 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,05从城里返乡的打工人越来越多,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和就业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,城市中的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稀缺。 许多打工人在城市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只能被迫返乡。 这种现象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尤为突出,同时,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在逐年上升,特别是房租和日常开销的增加,让许多打工人感到压力山大。 相比之下,农村地区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,而且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,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增加。 这些因素都促使越来越多的打工人选择返乡发展。 此外,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迅猛,也为返乡打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,随着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,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 许多村办企业如雨后春存般涌先出来,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。 同时,一些返乡打工人也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在农村地区创业致富,他们或从事养殖业、种植业等传统农业产业或涉足乡村旅游、电商等新兴领域。 这些创业活动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,也为返乡打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。 当然,还有不少年轻的大学生也开始选择返乡发展。 他们利用自己在大学期间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为家乡的发展,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有的大学生成为了村官,帮助村民们脱贫致富。 有的则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打开销路。 还有的则投身于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中。 这些大学生的加入伪农村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。